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山东鲁能顺利夺取足鞋杯冠军,虽然带队的是主教练豪伟,但是很多人把功劳更多的归到李肖鹏的身上,是他为豪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,顺利夺冠必然有李肖鹏的一份功劳。 而对于豪伟来说,虽然成为了冠军教练,但是新赛季,想要继续留在球队主教练的位置上的话,恐怕不容易。 不少球迷对于李肖鹏的离人,还是感到有些不能理解。 联赛第一阶段结束之后,他的离职显得很突然,而且莫名其妙。 毕竟作为中超,两届最佳主教练的李肖鹏,在本赛季带队的成绩,也非常出色。 鲁能在联赛第一阶段大连赛区抢手如云的情况下,顺利地闯进了第二阶段的真冠组的比赛。 在这过程中,还赢了老对手广州恒大。 当大家都期待着李肖鹏能够带队,冲击冠军的时候,他却在联赛第二阶段开始前选择了离职。 虽然至今李肖鹏辞职的真正原因,还不得而知,但是,在这种关键时刻选择新帅,是已经跟做好备案的。 选择外籍主帅,肯定不现实,由于赛季的特殊性,无法第一时间到任。 而且到了如此关键时期,选一个更了解球队的人,来执教是更好的选择。 而郝伟,成为了最佳人选。 毕竟他是李肖鹏的助手,对于球队,和一直以来的技战术打法,也是非常的熟悉。 这是一种李肖鹏时代的延续。 从球队自身来说,李肖鹏在任期间,已经给球队营造了非常好的气氛,并且球员之间非常的和谐和团结。 其次他为球队制定的一系列战术打法,也非常适合目前的山东鲁囊。 郝伟的上任,更多的是一种延续。 所以说,这一次足协杯的夺冠,好开对手实力,如何不说? 最合适的说法,应该是,郝伟用李肖鹏留下的财富和经验,实现了足协杯第六次夺冠。 也就是说,退居管理岗位的李肖鹏,功不可没。 虽然郝伟,成为了冠军教练,但是明年俱乐部管理层,肯定会有所变动。 加上郝伟的教练,李肖鹏并不出色,作为一个过渡教练,很好地完成了任务。 他的使命,恐怕也到此为止了。 球队接下来的调整,除了球员方面之外,大概率还要寻找,更合适的主教练。 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